欸嘿 早晚要幹嘛 開店啦 然後這次呢我們選的民宿是在天下茶屋 那我們接下來一出來就要來買車票 喔 買車票的地方也是超多人 剛剛我請保麗先去買 感覺他已經埋沒在人群裡面了 我們剛剛買好的車票 我們等一下要搭的是南海特級線 然後我們剛才在搞不清楚的狀況 你一定要先買這個他們的普通車票之後呢 再選他們的座位票 因為我們剛開始只以為這個就可以進去了 按那個站我原意說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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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ki 然後我說耶耶耶, Let's take it 我們要搭紫色的這條特快車 提車財務站 我們在這兒 那很近喔 南坡就在上面了 大概說30分鐘 車子來了 我們的特級車 我們已經到站了 這邊就是天下茶屋站 這邊出來感覺我滿喜歡的耶 就很安靜 我以為你要說很日式 也很日式 那這個站離我們的家 大概只得步行6到8分鐘的距離 這是我們第一次住在這邊耶 因為我們之前住的都是要從南坡再轉車 難得可以從南海電池 因為它附近呢就有Seven啦 也有超市 所以大家如果有時間的話 還可以帶你們去逛一下 因為其他的行李要有點難拖 我剛換一個行李箱 我覺得它有點不好拖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呢就是放完行李 然後我們就搭車到南坡 去逛逛走走 然後去等待我們晚上的阿布莉亞 我們已經把我們的地培都找好了 真的 出外靠朋友就是這個時候 那這裡就是我們的家 那你們現在看的地方就是我們的客廳 但是我一定要跟你講個笑話 剛剛我不是一直說 欸其他人一直說 欸我的行李真的好難推好難推喔 然後呢我們竟然就發現案發現場 因為就不斷的有這種黑色碎片 然後其他人說 這個碎片是誰的 我說我也不知道耶 就是他的行李箱 四顆的輪子都已經脆化成這不得心了 所以呢我們呢 這次的旅行還有一個任務 就是要幫他找到一顆好的行李箱 對 可憐的碎片 我真的超不爽耶 這樣等於是我今天一Landing 第一筆的消費就是買一顆行李箱 水爆 你要想要等一下可以吃阿布莉亞 去吃阿布莉亞 我們先去拍拍看Hubs 因為我也沒有吃過 我們要去南坡逛逛 我們現在在新災橋站旁邊的一個購物店 Hubs 裡面的Hubs 我們終於來超盛了 而且剛剛排超多人 不過我覺得他們速度算快的 因為我目前大概只等了五分鐘 然後我們本來排的數位可能是四到五組 現在可能變三組 我還想說放棄 欸你都來了 你剛剛一一一動的時候 我想說不行再等一下 對該等了 而且你知道肚子很餓 因為我們吃完飛機餐之後 到現在都還沒吃東西 就還好在煎鍋 還好早上阿娟有丟一包煎鍋 再有包包 真的好餓喔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品嘗一下這邊的Hubs 聽說很好吃 我真的很久以前吃過 但不過我沒有在店裡用過的餐 沒想到還是那麼夯 因為它外帶還是好多人 然後內用還是要排隊 等了半小時我們終於進來了 那我們就是點我們來巧勝的這個 水果蛋糕 我們都能看到本人了 欸真的一上之後我們整個有 尖叫 內心尖叫 因為他們店裡其實算滿安靜的 我覺得它上面還有那個筋凍耶 水果凍 水果蛋糕 水果蛋糕 它奶油很好吃耶 奶油沒有油膩味 你看起來它蛋糕滿多層的 可是我覺得吃下去 那個蛋糕的厚重感也沒有 瞬間化開了 蛋糕體綿密 然後奶油呢 是跟它的水果是完全混合在一起的 你看它上面有加一點點 驚動的那種效果 我覺得吃起來呢 多的清爽感 嗯 難怪必吃 我都不知道 好辛苦喔 好綿喔 欸這個水果蛋糕 真的非常值得你們來超盛 盡管它超級有名 而且我會想說 真的每個人在那邊IG 都一直來PO 帶你一定要來吃吃看 如果你沒吃過的話 值得一試 這樣我下次來大阪還是會來耶 我想要帶玲玲來吃吃 對啊 玲玲 救你喔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它的賣相 可能不是那麼的漂亮 9月28號才剛上市的梨子糖 其實你光看它的外型 它的水果梨給了很多 就真的是厚厚的 然後裡面有加上CLEEM的那種效果 後面的奶油呢 我覺得應該是跟水果蛋糕 都要是一樣的 梨子派 它就是原汁原味洋梨的味道 這洋梨超好吃 原來它們的水果我覺得 因為它都非常新鮮 然後夠甜 然後它中間那個卡士達一樣 是不甜不膩的 塔皮呢薄薄的一層 可是烤得非常的香 所以這樣單薄的一層 就可以吃出它塔皮的香氣 整塊派就是這樣簡簡單單 然後原料感覺也沒有非常多 可是呢我覺得味蕾非常的豐富 因為它每個點都有做到位 很厲害 我剛剛我道歉 我剛剛說它賣相不貴 我剛剛說它怎麼長這樣 因為它太軟了 所以它一來的時候 是用那種鋁箔 所以鋁箔只是包住的 因為它為了幫它塑形 但其實它真的超好吃的 結果太厲害了 928剛上市趕快來吃 今天才930耶 我們很幸運的 聞一下檀仔好好吃 再來再來 就是10月5號即將開始不賣的 栗子千層蛋糕 那呢它就是你看蛋糕體裡面呢 也是有一些栗子 然後前面呢就是栗子的集中地 栗子千層 他們怎麼說要來台灣展店啊 好好吃耶 這個奶油啊 你乍看這家三款都長得一模一樣 可是我跟你們講 這個栗子的奶油啊 裡面真的是有栗子打進去的感覺 我覺得它不是單單的鮮奶油而已 所以我覺得它栗子味非常的濃 真的很香很濃郁 就是一個real的栗子蛋糕 而且你看它奶油 其實你仔細看喔 它栗子奶油的顏色比較深一點 對 所以我覺得它栗子的香氣啊 就很像烤地瓜烤過後 那種香香的香味 那種烤味為之名人 這款栗子我覺得應該要常賣耶 要不要考慮一下 我覺得有點比水果蛋糕 更厲害一點 我覺得都很厲害耶 各有千秋 很強的 這間我覺得你們要來 而且你們去來這間 整個賣場裡面的三樓 接下來我覺得它算得很快的 就可以吃到這個蛋糕 我覺得一定要來吃 如果沒吃過的話 如果10月4號以前來不及吃的朋友們 也沒有關係 因為10月5號開始 還是有栗子 只是栗子派 它這個栗子可麗餅呢 真的有點可惜 因為我覺得它可麗餅太好吃了 真的很好吃 那我們蛋糕放來吃一次 等一下趕去吃 阿布里 阿布里啊 也是重頭戲喔 剛剛吃完HUBS超滿足的耶 然後我們現在在南部的路上 要走到我們的阿布里啊 快到了 對 然後我們這次呢 欸 後面有車 欸 南部這裡玩到人潮真的是 有夠Q寶 超人喔 人有夠多 真的有夠多 尤其是剛剛那個榮橋那個地方 就是布立國的地方 喔天啊 那爆多人 那我們這次的千日前店呢 我們也是請朋友幫我們訂的 因為其實我有努力試過要用網路定位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一直訂不成功 對 真的還好 感謝在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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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lk 但是 喔 還有可以用 感謝 感謝 還好 阿布里啊 感謝 阿布里啊 還不知道我怎麼見 我以為你要講日文跟大家打招呼 阿布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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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們要感謝他 就是今天幫我們訂位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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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真的訂不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訂 打電話很方便 真的 我可以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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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在這兒 你看 9月26號開始漲價 我們是9月30來 所以剛剛GANS來這邊 訂位的時候 人家還很好說說 欸 你爸爸改時間 不然現在就是會有點貴 本來是4580 現在變5080 喔 漲了500 嗯 100塊台幣欸 也還好啦 還好過得去 那我們已經餓太久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開吃 那我在這邊也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他們這邊呢 有分兩種吃飯的方式 一個呢 就是比較基本的 就是國產牛吃到飽 那呢一般人呢 就是400 可能4580 加一層服務費 那我們這次點的是 加牛舌吃到飽 所以我們呢是5080 加一層服務費 是5588 所以我們可能吃肉吃到飽而已 我們當然也要喝到飽 喝到飽呢 我們可以再加1650 所以總價我們今天一個人呢 是7238 來這邊我們都點了牛舌吃到飽 怎麼可以再不點牛舌 然後牛舌他們有配一個是蔥鹽的 所以給你一盤蔥 好香喔 它有那個香油味 對啊 超大片 好好吃 不用加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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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點頭下去就非常好吃 對啊 每個人都在點頭這樣 好吃 好吃 欸來大阪必須要朝聖 這也是朝聖店 對不對 我們這邊現在上了各種牛肉耶 你知道是哪一種嗎 因為我也不知道 這是軟的橫割磨肉 軟的橫割磨肉 普通橫割磨肉 普通橫割磨肉 對 三個芥末醬的牛肉條 我剛剛本來想說它這個芥末 我以為來有一個青醬 它就是芥末 真的 有辣的味道 其實他們的佐料算滿多的耶 所以你可以吃到很多種搭配 可以 想吃 那這個壽喜燒肉呢 就一定要加它的生蛋 就像我們在一般吃壽喜燒一樣 只是變成烤的模式 烤熟了就可以吃了 欸 我剛剛吃一塊超級好吃耶 而且真的有那種甜甜的味道 這塊甜甜的 我喜歡吃 而且日本的雞蛋又很乾淨 對 可以上吃 然後還有一點點泡菜來搭配一些牛肉 那種生菜包肉也沒問題 哪一口 啊 那這個完蛋餅調味的牛肉已經沒有好好的 好燙 好濃喔 好濃喔 吃肉汁 很久了 你覺得有點疲法 然後它又快點換別的味道 對對對 可是我覺得它不會再嗆 它不會再嗆 不像辣的芥末 不像辣的芥末 不像的芥末 我覺得滿新穎的搭配 不會覺得無聊 就是芥末會很濃 對 嗯 我覺得不錯 再來這個他們說烤得恰到好 注意的 噴割膜 嗯 真的很嫩耶 看起來真的滿酸的 但真的很不會 好吃 一樣聽專業人士說橫格摩這個部位呢 其實它的肉色本來就比其他部位的肉色還要吃 水分也相對於比較多 所以它最好吃的熟度真的大概是三分熟 所以裡面看到它這樣有一點生牛肉的味道 並不會 你一吃下去那個腥味沒有 因為我的殘性還保留著 水分也有 真的很讚耶 你們來吃嗎啊 很好吃 好嫩 然後呢他們這邊還有這個生牛肉沙拉 他們這邊叫UK 裡面呢就有一些生牛肉條啊 青蔥 然後山藥泥跟蛋 還有一點海苔絲 然後整個這樣的拌在一起 還有那個一點點的芥末醬 直接來吃 新鮮 新鮮 雖然它是生的 可是吃起來一點都不有心 然後調味又夠耶 它這邊有加一點那種梅漬的味道啊 紫蘇梅吧 它裡面應該有加一點紫蘇 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 有有 吃到了吃到了 好吃的 這很讚耶 好酷 它這邊呢還有像這種熟食類 這是玉米煎餅 也是在地人大推一定要點的 來吃吃看 玉米煎餅 真的好吃喔 它有那個泡泥湯的味道 但是我覺得外面的鹽加太多了 外面的鹽比較鹹 等一下吃洋芋片的感覺 很好吃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讚 大家都已經過不及讚了 它熟食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我手上的這個 山藥土豆泥炙燒起司 上面再加一顆生雞蛋 欸我們攪拌了之後是蠻濃稠的 它超黏的耶 掉不下來 我覺得它吃下去也是會有滑順感 你看看 我們先來囉 但我覺得它味道是蠻鹹的 比較重的 山藥很多可是真的蠻鹹的 對應該是 它鹹度應該都是在 它的鹹度是起司來的 對它的鹹度應該是起司來的 對 但我覺得吃起來也是蠻黃順的 山藥那麼多啦 對山藥是真的 嗯 喜歡吃炙燒起司的這道 我覺得你們也可以點來試試看 大家一起吃 嗯 因人思考的吃法會覺得太鹹 對 再來這個蒜味十鍋拌飯 也是在地人推薦的 那其實這個十鍋拌飯 你覺得它的量很大 你只要去跟店員講說 欸我可以拌份嗎 他們都會幫你製作 所以我們都是選拌份的 因為我們也怕吃不下 對然後店員幫你拌炒完了之後呢 他就會幫人家壓在旁邊 幫你製作成鍋巴 超香的欸 很香 很好吃 它有一個香氣欸 這個裡面也是有加紫蘇美吧 而且我覺得紫蘇美的作用真的很棒 它會敲醒你的味覺 好吃 嗯好好吃喔這個 很值得點欸 再來這邊就是肉也好吃 然後調味也夠 然後食餐也多 對紫蘇也好吃 玉米亭也好吃 鍋巴飯也好吃 好吃 直到這邊 開始甜點了 最後最後呢 就是我們的甜點時間 那有一個非常光鮮亮麗外表的聖代 那我們就先從最華麗的聖代開始 因為聽說 它很騙人 它就只是好看而已 嗯 嗯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葡萄牛 哈哈哈哈 這個是聖代 因為它就是聖代啊 只是上面放很多料而已 然後有加鮮奶油 沒錯 沒錯 聖代 好 然後這葡萄牛看起來就非常潔滴 在你吃那麼多肉後 其實吃很硬 會很硬 對就沒有加分的感覺 葡萄牛 嗯 嗯 嗯 好酸喔 然後旁邊這個冰沙呢 我覺得它是凝凝頭欸 欸我覺得超級膩 嗯 而且一整顆葡萄牛欸 我就是想吃葡萄牛這個飯 再來就是被大虧的杏仁豆腐 在地人說 全甜點裡面最好吃就是它 杏仁豆腐 嗯 它有椰子香欸 對 而且它的豆腐是奶酪的口感吧 對 還有椰奶香氣 超級嫩欸 我一開始以為是瞬間化掉的感覺 不是它是稍微有點綿密的 奶酪的口感 超好吃 超好吃 欸這個真的是乾一點必點 超好吃的 椰奶椰奶 喔可以 很讚 那我們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因為我們已經不能點肉了 只要點肉 哈哈哈 然後 他已經告訴我們不能在點肉了 那我們就也差不多了 不過最近還是真的很推薦給你們 如果你們來大凡 還沒有吃過阿布莉鴨燒肉的話 我們真的大大推薦給你們 我們這四個好幾天再回來吃 還是覺得非常驚訝 所以真的是你要把握每一次來這邊點餐的時候 心挺就來嘗試 然後也可以要半份 我覺得超級貼心的 大阪麗汁燒肉 讚讚 打腿 掰掰 來吧 剛剛吃完國產牛 我們也在新齋橋跟榮橋這邊稍微逛了一下 消化一下 對因為真的是飽困了 那我們剛剛在逛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也要分享給你們 就是剛剛吃的國產牛 現在呢也要送你們國產牛 所以呢我們的遊戲規則一樣是 你們只要訂閱按讚留言 在下面留言你們告訴我們 你們推薦什麼大班美食 就有機會抽到我們的國產牛囉 這超可愛的耶 這裡可以把它這樣子分割組裝 這樣你之後去吃燒肉的時候 你就知道是哪個部位了 這邊是橙膏 這邊是胃 這邊是哪裡哪裡哪裡 那我們明天的行程呢就是一早要去環球影城的瑪利歐世界 而且一早就要抽 所以我們現在呢要趕快回家Juzy啦 沒錯 所以今天這集就先到這囉 大家晚安 晚安 好啦希望大家喜歡我們這次日本型的第一集影片 喜歡大家記得 訂閱我們按讚本也訂閱小鈴鐺 最後 IG、Facebook 最終關鍵記得下面留言抽獎抽起來 那我們大家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下一集見 抽抽抽抽 這個是生牛肉沙拉 他們這邊叫做Ducky Ducky Yuken 哈哈哈哈哈哈 再一次再NG 好嗎 來 大家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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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